我剛查了一下 上次蔡英文為什麼要提823 是因為阿富汗的問題 對對對阿富汗啦 對啦 近日阿富汗明明在台灣 對對對阿富汗 所以他命要去扯 所以一個從來不願意提823的 蔡英文總統提前六天提了823 這個就是一個轉移目標大法 那這招成不成功就看大家了 看大家有沒有被他轉移目標成功 那你說今天他去打高端這個事情 老實講大家都知道是一場秀 可是我必須講 要作秀至少做得生動活潑自然一點 很多這個橋段安排得合理一點 不要安排得這麼不合理 其實我說真的 誰會相信總統是自己上網去預約的 誰會相信 而且用電腦喔 還不是用手機喔 很好笑嘛 還特別拍一張照片 跟他說我自己用電腦上網預約 你騙誰啊 誰會相信這件事啊 總統安排施打有什麼天經地義的東西 陳時中 蘇貞昌也沒預約 是啊 他從來沒預約啊 對啊 他們都可以直接施打 結果總統反而要去排隊 那不笑話一場嗎 實際上最簡單的方式 最安全的方式這樣 你就直接在總統府打就結了嘛 打完就算了嘛 也不會去影響到別人 結果今天早上為了他 你知道那旁邊 警戒線拉很長耶 廢話 對啊 那個韋漢聽說今天早上 因為他剛好真的附近要去 那個上廣播節目 結果被擋到連停車位都沒了 對對對台大嘛 對啊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去那個地方 我真的不懂 對我知道你特別提早提到7點半 你想想看一般人可以提到7點半嗎 7點半是上班大家出門時間好嗎 所以何必去演這場戲呢 是不是很無聊 然後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煞有介事喔 在那邊講說 你知道因為整個場其實 就為了他一個人準備 他說啊動線看起來不錯 只有整個流量看起來都很好 廢話就你一個人 動個屁啊 你每天在排隊 你什麼要動什麼 你講在幹嘛 我真的覺得很無聊 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幹嘛 那你還要故意裝成這樣 我真的覺得何必呢 那最後我看到那一幕我最驚嚇 就是那個護理長 把那一針打進去 他就蔡英文總統 啊這樣就結束了 那不然總統你是要再來五針是嗎 我不知道啊 因為那不是掉點滴 不然你沒打過針嗎 打一針進去不然不是這樣是怎樣 所以他可能以為還有一些後續 是怎樣 還會有一些其他動作 還要再弄個那個烙印 把人烙起來 高端兩個字打下去這樣才行嗎 吃一個高端在打的地方 真的是何必去演這種東西 真的很無聊 你沒打過針啊 你活到現在六幾歲 你一針都沒打過 你不知道打針就是這樣嗎 不然是這樣 所以演這個東西幹什麼 那他是不是錯誤示範 剛剛佑正就講說他是帶貨主 其實我老講他本來就是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去促銷那五百萬劑高端啊 所以他本來就是帶貨主啊 很low耶 真的很low啦 我說真的啦 你要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啊 你說館長叫他一次賣五百萬劑 你說他賣得掉嗎 賣不掉 可是我們參與觀眾都賣得掉 所以他是大帶貨主 那而且他也一樣啊 就是我只負責銷出去喔 剩下後面有什麼事情不干我的事 就是要 我跟你講政府會負責嗎 我很懷疑喔 我很懷疑 我我跟你講第一個 你光是要認定是疫苗出了問題 台灣已經 到現在打完疫苗之後 出問題的人好幾百人喔 請問一下哪一個認定是疫苗有問題的 一個都沒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不覺得發生在台灣的事都很詭異嗎 AZ在國外 是老年人打比較好 年輕人打比較好問題 結果到台灣就老年人出問題 然後在AZ國外都會承認喔 哪一些是因為疫苗有問題 台灣死了幾百個 沒有一個跟疫苗有關 對 厲害了 台灣就是會發生一個神奇事件的地方 我們永遠都跟全世界不一樣 人家AZ他至少講 他是十萬分之一的機會 是有機會 有嚴重不良反應的嘛 結果我們台灣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厲害了 台灣真是寶地 大家好好珍惜啊 住在這個 什麼神奇的事情都會發生的島嶼上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那麼急 比如說陳時中 對今天有出了一些狀況 好像總共四個人 會有多一個是吧 我不知道好像會有多一個 我不曉得 可能三個或四個 那老實講 發生這些事情 他是不是跟疫苗有關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有關也有可能無關 但是你們是不是可以先觀察一下 做多一點仔細的檢驗 對不要那麼急嘛 對啊你不要急得趕快 都應徵沒關係沒關係 你那麼急幹什麼 你是怕人家嚇到不敢打嗎 老實講之前AZ跟莫德拉出的問題 不會比他少你怕什麼 對不對 AZ跟莫德拉也我也沒看你這麼緊張 對不對 所以我說真的 本來疫苗就會有副作用 而且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每一個人的免疫系統反應都不一樣 偶爾會出現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個也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何必這麼 你們自己是醫生耶 毀疾技衣 生怕出問題 對 我就覺得真的很奇怪 除了問題 就是好好面對就對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這樣做很難嗎 所以我真的不懂 其實今天高端的保護力已經不明了 但是我們希望至少他副作用不要太高 那我也希望這天這樣打下來 大家都平安無事 這是最圓滿的一個結局 目前能夠想到最圓滿的一個結局 可是有的時候人算不如天算 還是可能會出一些問題 那這個時候 就大家趕快去面對問題 趕快幫民眾解決問題 這才是政府需要去做的嘛 至於說那些宣傳 我老實講啊 今天蔡英文總統 他這樣子 那個護理長 那個護理長是超級運用護理長 陳時中 蘇貞昌 蔡英文 全部都他一個人打 然後呢 還特別在那邊把那個增長拿出來 中籤了中籤了 然後再給你打 其實剛剛那個原醫師在跟我講說 這是違反SOP的 因為那個是感染物區 真的嗎 對 不能拿起來啊 不能拿起來 其實這是違反正常的作業方式 他是有一個人啊 對啊 他是有一個人 直播帶貨主都是這樣啊 直播帶貨主就遊走法律邊緣啊 直播帶貨主是這樣說的 那個人是加一科護 是啊 那還要特別強調說他最會打針耶 我說真的啦 就是個肌肉注射我都會喔 你就把針插進去就對了嘛 我有注意到 今天的護士有不少都盛裝打扮 當然 對啊 那個睫毛都這麼長 戴假睫毛 我跟你講那些網友很厲害 剛剛我看到網友說 連耳環都跟上司機模一樣 真的很厲害 這是自視裝備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真的 好你今天秀也做完了 我們希望真的結果比較好 可是拜託下一次不要再做這種秀 浪費時間浪費精神 你們趕快去打 我相信 我老實講啦 總共也不夠才500萬機高端嘛 250萬人嘛 蔡英文是拿817萬票的人 你連250萬人你都沒信心啊 不會這麼瞧不起自己吧 拜託不要再做這些宣傳了 趕快去打就對了 你們越多人打我越高興 因為你們打得越多 我就越沒機會打高端了 你看 大家看旁邊這個畫面 兵哥旁邊這個畫面 你看 這麼多人圍著你們是怎樣 就真的沒有 我知道護士同仁真的很辛苦 這我完全了解 但這真的也沒必要 他就是 總統來打疫苗 你站在旁邊 你也不會升官發財 這按照陳時中的說法 這還有這個所謂群聚的風險 上次陳時中身邊才排兩個戶 對啊 我就不懂這樣一堆人 然後還要弄一個 他是站在講台上是吧 還是哪裡啊 怎麼感覺還是個台子 你看打完還要再 我沒有 張善全也特別來 海軍陸戰隊 打了鼓掌 還有海流的鬆喔 輕一支鬆喔 亮哥說他就是海軍陸戰隊 我就是這樣啊 所以那個畫面你有感覺啦 而且那個時候籤他寫得超賤 海軍陸戰隊獨立營腰動腰 我不知道在哪裡啊 你是說幾支 有幾支那個籤 我不知道在哪裡 就一支 沒有人知道這一支是在哪裡啊 所以你就抽到籤王 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結果那個 那個陸軍他就過來跟我講說 你這個搞不好在南沙群島 腰動腰是不是兩棲針鬆 在哪裡 左營的司令部直層 那還好啦 那還好 南沙群島你有勁啊 我跟大家講 我弟當兵抽籤也是抽到籤王 你知道抽到哪裡 亮島 有聽過嗎 亮島我知道 馬祖的外島 就是外 很小很小的 外島的 外島的外島 他就是籤王一支 也就一支跟你一樣 我這也是一支 你們兩個可以當好朋友 獨立營一支 你們兩個可以當好朋友 都抽到一支的 一支的 總統 這個畫面大家可以多看一點 我是覺得問題蠻多的啦 是的 還想要一支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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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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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